近江,26岁小伙打球猝死,这些人不宜剧烈运动医护人员现场进行急救本报讯,记者张晓明文图,昨日,一段男子打球猝死的视频在微信朋友圈传播,据网友介绍,此事发生在近江安海镇,一名年轻男子在篮球赛中突然倒地,尽管经过抢救,但是却回天罚术,记者从安海镇当地了解获悉, 近期安海镇开展阵级篮球联赛,在前晚20时,一位26岁的年轻小伙,在打球中突然一脸难受蹲下后就瘫倒在地上,随后猝死,该男子为安海镇装投人,从现场观众拍摄的视频显示,一位穿红白球衣的男子仰面躺倒在篮球场上,其他球员围在他身边做心肺复苏,随后,医生和护士带着设备, 赶到现场,对男子进行胸外心脏按压急救,两名群众抬起男子的双脚,用手轻轻捶打起脚心,以进行协助抢救, 安海镇村民黄先生告诉记者,当时医生现场抢救,时发现该男子心脏呼吸骤停,已无生命迹象,随后,该男子被送到医院, 安海医院尽最大努力施救,但已回天罚术,相关链接三部进行抢救若发生促死,家属或在场人员,在向急救中心呼救的同时, 应将病人仰卧于硬板床或水泥地上,迅速做好以下三件事,打开气道,抢救这一手至于患者前了,用力往下压, 另一手的时,中指将患者下巴向上抬,人工呼吸,抢救者用放在病人前额上那只手的时,中指捏住其鼻翼,然后口,对口密封吹气,以每分钟12到16次的速度进行, 第一次可连续两次吹气,时已萎缩的肺张开,每次吹气时看到胸腹部隆起即可,人工心脏复苏, 抢救者一手掌根放置于病人胸骨中下三分之一处,另一只手的掌根压在前手背上,两手臂按压时应注意垂直向下用力,每次按压和放松时间相等, 每分钟的按压频率为80到100次,深度4厘米左右,以上急救一直要坚持到救护车到达,并由随车医务人员接替进行,运动促死原因 及预防运动促死者致死的直接原因,最常见的是视产,视产可见于多种心脏病,如关心病,心急梗死,心疾病和心脏传导性疾病等, 剧烈运动时全身耗氧量大幅增加,同时交感神经兴奋,肌体出汗和脱水,导致体内电解质浓度变化, 三者共同作用于心脏,家众本身就不健康的心脏负担,从而又使心脏并发,运动员猝死, 50岁以上的运动猝死者几乎均有关心病,剧烈运动时汹涌澎湃的血流冲击, 这冠状动脉上的脂肪斑块,最终将其从动脉壁上冲下来, 独色远端被心肌攻血液的小血管,此时心肌缺血,事产发生,导致运动员猝死, 这些人不宜剧烈运动,避免运动性猝死,建议以下人群尽量不要参加剧烈运动, 一、先天性心脏病和风湿性心脏病患者,二高血压和脑血管疾病患者, 三、心肌炎和感冒患者,感冒后容易诱发心肌炎,因此不, 一、在感冒后参加剧烈运动,四、有关心病家族史,与严重心率失常者, 五、血糖不稳定的糖尿病患者,六、平时很少参加运动的人, 七、其他情况,如饮酒的人喝酒后再去运动,那简直是在拿生命在打球, 因为喝完酒后酒精进入血液,酒精造成血液循环加快,心跳加强, 一旦器官超过能承受的压力,那么很容易诱发潜在的疾病, 肥胖的人,尤其是那些虚胖或过度肥胖的人,运动时要控制住运动量, 不要太激烈,肥胖的人通常会隐藏一些潜在的心血管疾病, 如果被剧烈的运动诱发,那将是很危险的, 受伤未遇一定要注意不要带病上场打球, 不然很容易留下后遗症,过度劳累积劳成疾可不仅是一个词, 身体得不到恢复,就是在透支身体, 这样因疲劳出现猝死的几率非常大, 运营人员,杨亚如MX00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